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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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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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跑多远 就添加几个像这样的电池箱 理论上 如果这样的电池箱足够多的话 你可以遨游试剑 也不用充电 下面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辆车里面的内饰怎么样 为了环保 这辆车里面的内饰 所用的材料 大部分都是可汇售的垃圾 是不是有种灵光的美 它的中控屏是一个32寸的液晶电视 可以用它听歌看视频 还有导航 是不是很给力 这是它的测试台 这是灯的开关 由于它的两边没有窗户 所以我在它的两边 搁加了一个摄像头 这两个是电机的总开关 这是四个咕噜的开关 还有倒车开关 在它的车顶处 还有一个旋转的手机支架 只要您打开开关 它就可以365度 无死角的给你自拍 也可以随时记录你在车内的状态 我们一般在倒车的时候 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不习惯 但是开这辆车 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因为我给它加了两个方向板 当你倒车的时候 只需要 转过身来 操作这种方向板就可以 还有油门 拧动式的 除此之外 在开车时 它与别的车主沟通的方式 也有所与众不同 只要打开这个按钮 车头就会伸出一只铁手蓝 你可以用它代替转向灯 打方向 也可以用它表达自己的心情 由于它用了四个轮椅电机 轮路可以180度转向 所以它可以横着开 斜着开 斜着开 想怎么开 就怎么开 介绍了这么久 你觉得这辆车怎么样呢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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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